关系了吗 所以呢就是 我叔叔昨天打了个电话把我骂了一顿 我后面后面我直接气得把电话都挂了 叔叔阿姨哥姐姐们 因为他知道我要去小苗哥家过年之后 他直接给我打了个电话 就是喊着我的名字吗 说你要去你要是去 你要是敢去安徽过年什么什么的 还说让我别回那个家了 说实话叔叔阿姨哥姐姐们真的 听到我叔叔这么说 真的心里面还是很难受的 知道吧 因为平时 因为平时我叔叔在家 或者是小时候对我还是挺好的 但是长大之后 为什么我现在跟小苗哥一起之后 不知道他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就是不让我 不让我去安徽过年吗 我不知道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要不要跟小苗哥说一下 我现在去找他叔叔阿姨哥姐们 说实话我心里面 我心里面是很想跟小苗哥一起去他家过年的 知道吧 去 那你们说 叔叔阿姨哥姐们 那你们说是去还是不去 支持你去小苗哥家过年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是 我也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 叔叔阿姨哥姐姐们 嗯 所以呢 我不知道对小苗哥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我要不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小苗哥叔叔阿姨们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很好的想法 然后 嗯 嗯 这样的话可以去小苗哥他那边就是过春节吗 嗯 都让我去是吧 别去了 你回来的时候你叔叔还有你妈妈他们怎么办 哎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呀 如果是吧 我我是很想去的呀 我肯定特别想去 因为跟小苗哥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而且也是第一次到他家过年也心里面也挺挺激动 也挺紧张的吗 但是如果我去了的话 我我后面回家什么的 我叔叔他们 还有 我爸爸也是这么说的 知道吧 其实说实话叔叔阿姨哥姐姐们 我爸爸也觉得 就是哎 我爸爸妈妈也是觉得 嗯 就是上次嘛 上次我在直播间打电话直接问我妈妈 然后我妈妈没有直接同意 他我爸爸和我妈妈的意思就是 太早了 知道吧 就是 太早了 而且安徽又那么远 我又意思就是我又没有出个远门 然后他们放弃不下吗 我叔叔的话直接是 直接是不同意我跟小苗哥的 还有我姑姑他们都是强 强 特别的强烈反对我和小苗哥 我真的搞不懂 为什么他们就这么反对我们两个在一起呢 我也一直 我也很努力的在 就是我也很努力的去跟他们说 跟他们 呃 讲道理啊什么的 知道吧 我不是没有跟他们讲 然后也没有没有去说说服他们什么的 说不通知道吧 叔叔阿姨哥姐姐们 因为哎呦我的天哪真的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 我叔叔还有我姑姑他们 就是活在那种 七八十年的年代 然后永远都是那个老四 特别封建那个思想知道吧 所以你再怎么跟他们说 他们在他们 他们的眼里面 觉得遗族和汉族是永远不可能通婚的那种 而且而且我我们家族的话也没有就是外嫁或者是远嫁 然后更何况是嫁一个汉族在他们眼里是这样的 所以呢这个事情还是挺难搞的 叔叔阿姨哥姐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安徽别去了 但是也刚刚也有好多叔叔阿姨们都让我去 说实话我也挺想去的 其实叔叔阿姨哥姐们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 就是 怎么说呢 嗯 其实想去安徽的话怎么 咋讲呢 我是我我是有一个好的想法的 嗯 我我这个想了好久的想法知道吧 叔叔阿姨哥姐姐们 前面那个事情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叔叔 他们不愿意让我去安徽 这个对于小苗哥来说真的是一个 很坏的消息知道吧 因为小苗哥一直都在邀请我 说他们呃要去他家过年啊什么的 嗯 叔叔阿姨哥姐姐们 就是我想问一下哈 因为我是遗族然后好多事情我我也不懂 就是嗯 嗯如果是把一个女孩子去呃一个呃不是一个男孩子带一个女孩子回家就是过春节呃需要注意哎谁给我打电话了 按钮我接个电话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按钮给我打个电话了我的天呐我正 哎呦我的天怎么挂了 啥情况 哦哦 我接个电话我接个电话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我二姐他刚刚挂了喂阿牛啊 喂 哎嗯你在在家干嘛呢 没干嘛你你最近一个人在那里过得怎么样 嗯我在这比挺好的而且 呃表姐表姐表姐也在这知道吧 嗯那就好对这几天我一我想的是你一个人在那里 就怎么说呢想没有没有啥的会这样子没事没事这个你不用操心表姐表姐在这呢他我们两个每天都聊天啊什么的 而且我这身边不是有小苗哥吗这个你不用担心 你阿牛啊哎 哎那个你你的事情怎么样了那个舅舅能说的通吗 还能怎么样我我一个人真的根本就说不懂知道吧我 还能怎么说真的没办法但是我跟你说我嗯决定好了我今天要偷偷的跑出来真的 真的我要真的跑出来我真的 你偷偷的跑出来 所以你不你我的天是刷一个我我开播呢知道没有知道了阿牛要偷偷的跑出来是刷一个金我觉得阿牛 你你听我讲啊喂听得到吗 喂喂难听得到我跟你讲其实怎么说你昨天跟我说了讲了那么多 哎我觉得是吧幸福是用钱都换不来的我觉得幸福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所以不管是呃是吧玩我去什么的我觉得不要被这些束缚住了我现在也是呃前面你也知道的我我要跟小苗哥回去 就是去安徽过年吗 然后 叔叔把我骂了一顿我天哪我都真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知道吧 我跟你说你不要听他们的知道吧 家里面的这些我叔叔还有爸爸他们这些反正他们的话 思想都是老年话知道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听他们就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你知道吧不用听他们你就听我的就听你姐的知道吧 嗯这些事情你真的不用听家里面 嗯我知道了而且阿牛 哈还有 你 你今天偷偷的跑出来是吧 对我我自己也想好了我要偷偷的跑出来对了还有那个表弟他走了没有 表弟手机号码拉黑了打一打他打不过来的所以我就想没有不是阿牛啊 我跟你讲啊 我跟你讲 为什么那个二狗没有回去知道吧是舅舅让他现在 让二狗现在这边因为 你现在是吧你现在被舅舅 然后哪里也不去然后只能在家里面 正因为你在去 气头上然后怕 去消不了然后二狗回去的话怕你们两个动手打架 所以才让二狗留在这里的 我我跟你讲阿牛 那个那个死二狗昨天我 我我跟你讲个是就是那个死二狗昨天 因为表姐我们两个在一块吗 啊然后那个死二狗去找去找那个 他的 他的就是云南这边他的朋友去喝酒吗 喝酒之后 跟别人打架打架之后还把别人打伤了 然后后面直接报警了之后 我是我跟我大爷 还有大爷还有表姐 我们三个去那的 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的 哎真的他 就是疯了知道吧以后你不要管他真的 让他自己回家吗他又不回家每天都在家里面 每天都在这里乱搞事情你看你 你们也天天都忙着收山货 对呀所以 以后你要不你不要管他知道吧 但是表弟的不是的阿牛 在这两头的这样子 真的谁 换就是谁谁也 真的包容不了他这么多次呀真的 嗯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 再怎么说是吧 也是我们的亲表弟 他在这边说实话虽然 喜欢喝酒打架的 但是出了事情还不是这些亲戚解决的呢 算了吧阿牛 你说那个啥那那我给你赚点钱你自己偷偷的跑过来吧好不好 我感我感觉 还差一两百块钱那你就给我给你两个一两百块钱就可以了你还差一两百块钱是吧 对我自己也还有两三百块钱 好好行那我我给你赚两百块钱然后 你你就赶快过来吧我天哪昨天 你在你在家真的 说实话 哭成那个样子 你还不如出来出来散散心呢 还不如出来来来这边吧我给你转 我现在给你转两百块钱 可以我也那真的 在家里面真的太想出来了知道吧因为在家里面上样子你也不 你也不是不知道就知道他们和还有妈妈他们也一直 这样子真的 那阿牛我又没办法真的行我现在给我叔叔阿姨一个节目我现在给我二姐装点钱 好不好 我现在给你转哈 好的我给我转个一一百多块钱两百块钱就可以了差不多一百多块钱就可以了我给你转两百吧好不好 好五百好好那就五百没有那么多是刷一个姐妹因为你们也知道的吗我 怎么说呢 我我也不要转太多我 你转一百多块钱就够了真的 嗯 我二姐那个按钮 所以你不是在家吗然后我转了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嗯转了他孩子 那个 呃直播界的叔叔阿姨们 你好像在家一个星期了吧 对我都已经一个星期左右了 一个星期没见了你了然后我每次开播 我的天了直播界的叔叔阿姨们都说 呃阿牛去哪里了想看想见阿牛了什么的 他们也特别想你你 现在 不要跟家里面人说你自己一个偷偷的跑出来吧 真的 我的天了 叔叔阿姨们也想我了吗 对肯定的呀 叔叔阿姨哥姐妹你们想不想 你们想不想阿牛想的话打 打上 想阿牛三个字 我给他拍个照然后 让他看一下让他开心开心一下好不好 不然他 还有 还有这么多粉丝 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你啊我的天了 我也是家里面很郁闷 前面也在 直播界里面我们都嘻嘻哈哈的是吧 嗯一起吃吃喝喝玩玩的 你看一下子这样子我自己一个人回去了 然后我家里面 现在事情闹成这样子 我真的在家里面真的 很郁闷知道吧 真的也很想你们也很想你 也很想 阿姨里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对他们都想你了 好那些那个阿牛 哎呃 你赶快收了吧赶快收了之后你不要告诉舅舅还有 不要告诉他们 不会的 好那我挂了 我先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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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啊 啊不是钱也在负 怎么了你咋知道我在这 我打电话你不接 要不是我看了你直播我还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呢 我的天了 你直接把他轰走你不要跟他说 阿姨你干什么呀你 你跟这种人怎么说是说不同的 干脆别理他 好好知道了我我先挂了我先挂了 那个我给你转了你你你把钱收了有什么我挂了你哎别管干嘛呢有病吧你挂了挂了 不是你是你你干嘛你给他转钱吗你是鬼吗我你咋知道 我的天呢为什么你这么 我 气得不想说话了是刷一个姐姐们 我等你我给你打这话你为什么不是我跟你讲前天 你把人家打上打到医院里面去了 我都这个都没有跟舅舅家我跟你讲你你过来找我干嘛 跟有病一样的我不来找你你就给他转钱了你得给他转钱干什么 让他过来干什么 谁说让按钮过来了没有我跟他 解答了聊个题啊有病吧滚走开我要去找钱吗哥 你跟着我干嘛 不是你跟着我干嘛 你别当我傻吧 我打电话你也不接你把我手机拉黑了吗为什么接你电话 凭什么接你电话 真的是 你你前天把那个人家打上了然后还丢了我们的脸面我的天呢真的是 你不知道吗你自己不清楚吗 现在清醒了你不记得那天的事了吧 还是表姐还有我你大你大爷我们把你女姑把我们我们三个把你抬回来的 那是他先动手又不是我先动手让你说有多有管多远 直播接的叔叔阿姨哥你们太气人了知道吧 去什么去你给我打就拉出来真的是我才不把你手机拉出来呢我把你拉黑了我是不会把第2个拉出来的 二个鼻子你真的 为什么我每次去哪里你都能找得到我这真的是服了你了 你别当我蠢 我跟你讲 我真的我很烦知道吧你 你不管是去找你表姐还是去找大爷你去找你那些 是吧跟你陪喝酒的那些姑朋友 你去找他们随便玩反正 我跟你讲 你不要来找找我这个表姐好不好 因为你我二姐现在气的没昨天哭的都不行 他不想走的话他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 气死了叔叔阿姨哥姐吗我真的我二姐昨天都真的 我跟他聊了一个多小时哭得稀里哗啦的真的要不是你你是吧我二哥 你跟你你跟你爸爸好好的讲你说我有自己喜欢的女孩子了而且而且 也近期是不能结婚的你跟你爸爸说这么一句话不就行了吗 不就简简单单了吗我二姐也不用那么受累受罪了呀你把按钮手机上给我给我给他我跟阿牛讲我吧 你跟阿牛叫啥 我跟阿牛讲我讲血没救了叔叔阿姨哥姐姐们这个二狗 讲解细腻话 我我我让我爱我把我二姐的电话给你然后让他让你跟他讲细腻话我那是 跳进火海了知道吧真的是服了叔叔阿姨哥姐姐们是不是我现在去找小苗哥叔叔阿姨哥姐们 对他就是对牛弹琪知道吧我也我现在也不想跟他吵我也不不会去吵他呀骂他知道吧我现在 怎么说呢最重要的就是我我跟小苗哥的这个事情叔叔阿姨哥姐们有什么事情你又 那不是你还想跟他过去吧 我我跟他过去过年咋了吗跟你有啥关系啊 你跟女孩子家家的你你 别这么 别这么掉价好吗一个女孩子家就怎么了吗 我我我跟小苗哥去安徽过年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我的天哪叔叔阿姨哥姐姐们 我二狗死表弟也在这儿说为什么我叔叔也不让我过去你为什么关系你你不想想我们了 谁家女孩子去 别人家过年还有这么远 你不知道呀我们家家族脸皮都被你掉光了 家族脸皮被我掉光了你知道什么是家族吗 那你呢你天天喝酒你这算啥 你 你现在可是你现在可是我就是他们村出了迷的酒鬼 你别以为别人不知道你还说我的我还好我没有你们那么坏 是不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走走看你 你别挡着这行不行啊我来挡着了 我只是腿裂了休息一下起开 我休息一下 啊 等我我接个电话 我表姐给我打电话了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哦 你去大姨家那了吧我真的发死你闭嘴我接电话喂表姐 喂阿姨你吃饭了呗 表姐我刚吃过我现在去开播呢我现在在开直播 哦在开播是吧哦我这我这吃完饭了然后我准备待会来找你了呃你来找我吗 好好好可以聊一下啊跟你聊一下就是我妈刚也在跟我说一些事啊 天呐说一些事我待会来找你说吗 嗯了解你了解你我跟你说你 你是不知道阿牛要不是阿明要跟那什么什么要什么要去过年 他好拐着你说 我跟他过去跟你没有什么关系表姐你不知道我们了阿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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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说你闭嘴我接电话你说啊你说你说表姐啊你你说我去拐着你说呀啊好要得要得好 嗯好好好我刮了哈 嗯我都还没说啊 哎呦你闭嘴你说啥是吗 哎真是 服了叔叔阿姨哥姐姐们要把你这个表姐说了闭嘴闭嘴我表姐叔叔阿姨哥姐们你们大家知不知道表姐 知道的叔叔阿姨哥姐们打上两个字知道表姐的四个字吧知道表姐我表姐 今天可以给你我觉得我可以给你们偷偷的露一下脸不是偷偷的让他光明正大的在直播节露脸好不好知道表姐是吧我表姐特别漂亮的叔叔阿姨们 比我漂亮一百倍他说他等一会儿来过来找我我对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去找小苗哥呃是刷一个姐姐们我现在去找小苗哥然后你去 然后去跟他 跟着你去 我今天一定要和那名什么说清楚你跟他说啥 你觉得说什么一个人过他过去看什么 你别跟着我我这个天呐 我就跟着你我一定要和那名什么说清楚他什么意思吗一个一个大男人的 都说了不信了就不能去了 为什么还要硬逼你跟着他去呢你能不能别这样你肥去我求你了行不行回去干什么 还有我的个天呐 不是那你跟着我干嘛吗 我要和那名小白说清楚你跟苗小苗说啥 你觉得说什么说啥你说啥 你把你自己的事情管好就行了知道吧 我给你我跟你讲我现在不想不想跟你吵也不想跟你说话知道吧 你和你吵我适合来你 你你把你手机拿出来我给你扫个五块钱你你去 你去买买酒喝 然后你不要跟着我来我要去跟小苗哥谈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听到没有 有什么好谈的二个好黑他你就无情吗黑的真的 有什么好谈的你说呢 你回去吧你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现在现在要去找小苗哥 等一不可能的我一定要跟你去和那我比较小白说清楚他什么意思吗大人的 你跟他说些啥吗我的个天呐 叫小苗哥过来我现在正在去找他呢二狗T可爱 可爱个啥呀我的天呐他现在 我跟你讲你听话的时候挺可爱的 但是你现在 搞的这样真的 非要跟我去不听话吗现在是为了家族的什么家 你怎么让我们那脸都被你丢了一个女孩在还要跟着一个男人出去 你还你脸皮还要吗你别这么吊架洗发简 我拿你吊架了你你把话请说清楚好不好我我跟他回去过年怎么了吗 你俩确定关系吗你就跟他回去 我我我虽然没有跟他确定关系但是 你都说了没确定你跟着他回去干什么 但是我亲戚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两个现在 都是相互喜欢的他们又不是相互喜欢你那你看那亲戚同意吗 你不知道那亲戚是怎么说你爸妈和我爸妈的 我们那些亲戚都被你丢过了脸你知不知道啊 这事情不用你管 你把你身体管好就好了 我身体管好一天到晚有几个电话 从我们那来打过我你知道吗 全都是骂我的有什么解量跟着一个男子出去 跟着男子出去咋了吗跟你有啥关系 跟我没关系吗 那你呢你不知道一天到晚有几个人我们那有几个电话打过了你姐你姐你姐怎么样一直在那说你不知道吧 我都不和你说的 你还想跟他出去干什么 不反正不管你是我要去找小梅哥不管我是不管你别跟着我大的世界还不管我是别跟着我什么事才不才能管我事呢那些人给你打电话 你你管了不就完了你不要替他们说呀 我跟我跟你小梅哥咋了吗又不是又跟他们又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你不知道爸妈的脸色你爸妈的脸色闲言碎语你知不知道这个伤害有多大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样的眼光你你能成熟的起吗 你也不想想你父母多大的年纪还要成熟这些 今天我一定要和他说清楚 那别跟着我 我是不可能去找他的你跟着 其实 我开直播呢你别影响我好不好 我这影响我这跟你讲道理是说阿姨哥哥姐姐们哎咋说呢 确实 哎因为我的事情然后 在我们村啊其他村 鞋也岁雨那些真的 太多了知道吧然后 只是我妈妈没有跟我讲 我们村子我的天哪一传十十传百 然后全都是因为 在我们那边知道吧没有 一个遗族女孩子是外嫁或者是 嫁给汉族啊什么的然后就传的 哎我的天哪 鞋也岁也实在是太多了知道吧 所以我现在 说实话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我心里面也是 真的也 五味杂成的那种 五味杂成你五味杂成就应该跟我回去 还跟他过去过年 我我跟他过去回去过年咋了吗 你也知道你父母 哎表姐 我不在这儿你看看表姐在干什么啊我表姐这个啊我跑到这儿来骂我 他跑到这儿来骂我 你马上上脏 我是骂了我是给他讲道理 你讲道理啥子道理吗 你跟我爹的是不是你应该好能照顾你爹的你外子要套他 我不是套 你看人家都套 你看人家套哭了你那个好义孙 快点说道歉道歉快点 道歉 快点 对不起姐姐 你咋不懂事啊 小二不懂事啊 这不是我不懂事 阿牛阿牛也找你起的找不住你看 直接跟人家阿米一起去哭 他 不管自己的事情也要来管我 你把你自己事情关好就可以了吗 我行我已经关好了 你哪个关好了吗你哪个关好了 三三五四来打人家直播这样子 他天天来打着我直播开直播还在这儿乱说 我不是乱说我是实实 你哪儿没暖说了吗 你泡子真来骂我 帮你票子把你家快再道歉 别人跟人家真哭了快点 快点我不接受你道歉 你走开 你看你看 他不接受我为什么不接受 你也不回开你一天打着我 我回去干什么 你打着接着过吗 你看阿牛也找你真的咋我都起的哭哩哭 算了算了表姐别跟他说了 走走吧 我们现在去找小苗哥 阿牛也被你气哭了 你你别跟着我来 哎 我不跟着你要正在录我也走了 我看着你就烦 我顺路而已 我就说你咋丑三个泡 丑三个泡 快点快点 欢迎表姐对 叔叔阿姨割击吗我表姐还是我表姐好 知道吧 讲道理然后表姐真的人 这特别好 没事没事 是 快回要你打一次 你不回去我也去干什么 我吃饭吃饭吧 每天炒炒炒炒死了说抓一个糧吗 这咋整 我就不炒我这是 那你就不要 ros 所以 dano 你就不要打着好吗 欢迎表姐 但别说别说儿狗了表姐哈 开直播呢 表姐对表姐 人特别好的知道吧 你们想不想看表姐说抓一个鸡 哈哈哈 想不想看表姐说抓一个锅吗 呃瘦了没有吧 我都胖了 哎别气了别气了 鼻子都红了 没事没事没事 反正二谷他这个人有时候好 有时候坏 我也不跟他计较 哎呦想看表姐是吧 想看的是说阿姨哥姐们 打算打算两个字 我让你们看一下表姐好不好 我说啥了 行不行是说阿姨哥姐们 我现在不想跟二谷 二谷那啥 你也不 表姐你你不要跟二谷说了 你也知道我们那儿就 想看 我表姐很漂亮的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他今天今天还穿了 呃一个 呃很好看的一个外套 就家族人家族人要做事我也做成功了 你能不能别说这个事情了 你也说一下 真的是 做这样说就表想看是吧 要不表姐 你你别跟二狗说了 我们是把都开开心心的 这一个二狗就是理想了我们心情 什么表哥他表哥 那倒不是吗 你在做咱们刚才反正说 你不要跟我吵了行不行 我不想跟你吵 我也不想吵 关系你也不想吵 表姐你也不想吵 我们那家族是 我家在家族的角度怎样 现在现在是新世代新世 家族家族什么家族啊 他刚刚在作章 我们在发作章 他一直在跟我说东西 一直在说你跟他说 就是哎呦 你还带到你大义气说 还带着 我说得对啊 你说对还是不对 你能说对了 我们那儿 脸皮都被阿米堆光了 你也不想想 但你呢你好意思哦 我好意思 但是为了一个天呐 家族对我 你把我讲清楚 什么脸皮被我丢光了 别让人家阿米咋丢光了 你说谁 我哪丢光了吗 人家那么小鬼小姑娘 真真真的是福了 你看我家族要钱 你看我一定开直播媒体来这打扰我 你不行啊 你不行 你可以给你爸妈打电话看看 他们在这儿 骂我们家族的 你看看 我们家族都被 随便他们怎么骂 你随便他们 关我啥子是吗 对对不关你 是你现在的家族都不要 你爸爸都不要了吗 你 我的个天呐 你不想想我们家族在那儿 我哪儿不要爸妈了 哪儿不要家族了 你能不能把我说 你不要说 我看他两个你不要说 刚才反桌帐就说白天 哎 真的是 我一开直播 你看到我开直播 然后跑过来跟我骂是吧 刚反桌帐说 我真的是气死了 叔叔阿姨哥姐们 他刚刚看到我直播开直播 然后就跑过来跟我 专门来跟我说这个事情是吧 我跟你讲 你你跟我说的这些事情 其实说实话 一句 我一句都没有听到耳朵里面去 你是在跟我浪费口口水 知道吧 刚刚吃饭的时候 还在跟着我妈他们家 对啊 现在是新时代 知道吧 什么家族 什么家族 56个民族一家人 你不知道吗 真的是 走 我们现在去找小苗哥 走 阿姨你肥穴 肥穴 肥穴表姐 所以我们我们去找那个小苗哥 然后我正好有个事情 要跟小苗哥商量一下 商量商量 你还一直和他呢 你你忘了 我们那儿根本没有外加人 连都被丢光了 那是抹黑你知不知道 现在是新世代新生的 我们那 新世代你 那个呢 我们哪儿新姐朋友 你去问问 是的呀 去刷一个节目 56个民族一家人 他非要说 我们那儿没有外加 也没有一族 汉族通婚的 你这话说的是啥意思吗 你 你没有文化就算了 是不是 你好好 好好听 听我的话不就完了 是不是 听你的话 听你的话跟家族分裂吗 听我的话就 你的意思就是跟家族分裂了 是吧 现在哪里跟家族分裂了 哪里现在你给都给家族抹黑了 你这不是吗 这不是分裂啊 我我婚姻自己 我哪里给家族抹黑了 你能不能把话讲的给我清清楚楚一点 我寻找我自己的婚姻幸福 我难道我有错吗 可以 为什么必须要用这个家族 我这个名誉来抵押 我也来压制我呢 我真的搞不懂叔叔阿姨哥姐们 我现在我气的都不行 昨天叔叔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直接把他电话挂了 你挂了你挂你挂干什么 你跟小苗家在一起 小苗跟小苗跟咋了吗 他不咋了 他一个外族的你家给他干什么 外族外族他汉族我遗族怎么了 遗族汉族不都是人不都是56个民族吗 现在好多遗族孩子都在通 你听表姐说吗 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听表姐说 那你想想我们那你去问我们那家族的人 我们现在就是为了这个世界 连皮子都被 上慌了 我跟你讲我直播界的叔叔阿姨们都说中国人都 都有些都嫁给外国人都有呢 知道吧 对啊他们世界和平知道吧 他们从阳外要关我什么事 从阳没完我这个天呢 你能不能别把话 哎算了算了是刷一个姐姐们 到二狗的嘴里面什么话都能变成坏的知道吧 说错了吗 所以我我不想理你不好吗 我真的要跟着外跟着外国人过去 你能不能别骂直播界的人行不行啊 我说错了吗 你你你没说错吗 直播界里面有一些 一些人是自己的女儿是都是嫁给外国 外国人的知道吧 但我不我不管他吧 真的是只要你不嫁给哎呀我的天你走你走 是刷一个紧我 我我我我我我这样跟你们讲 跟他说是说实话啊 跟他说话 就是在浪费我的口水知道吧 你下次不管是看有没有在看我直播 不管是我在哪里 我求你了千万千万不要来找我 下次你如果直接来找我 我直接下坡给你干 听到没有 要不是我现在就可以下坡了 你跟我回去 表姐在这呢 你还有我还有一个最大的事情 我就是要今天要去找小苗哥一个 去呃是刷一个姐姐们 我现在要去找小苗哥 然后去跟他呃 讨论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早上我也不想 我跟你去我也不想跟二狗 我也不想跟你吵架 你跟着去干嘛呀 你跟着我 你不要跟着我说清楚啊 哎我跟他说清楚事情咋啦 我真的是服了 我求你了我 你能不能 你感到可以一天就像刀卷啊 我快到了 是刷一个节目我到了 到门口了 你回去吧 你回去 我不回去 回去吧 到了是刷一个节目 什么说清楚这什么事 他他他在房子里面 你不要能不能直呼人家的大迷 好不好 那小苗快出来 你这什么人啊 你有病是吧 小苗哥 你回去吧你回去 出来你死了吗 你干嘛 你别骂人家行不行 我说错了 人家活得好喝的 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说事实 这开个门怎么骂 小苗哥 这咋没用 我不承认 叔叔阿姨 他不在 你不承 我们现在 现在到门口了 你让不到好的说吗 好的说的话都可以啊 小苗哥 赵哥他家人啊 人不在 不在 给他打电话 他没在吗 我不知道他 他不是 他不是去收货了吗 然后应该回来了呀 他走他中午就他中午就说他收货 然后就回来了 你都不知道他出去哪里回 回来 你都还不知道 你到我 哎呦 别别跟我讲话 我在反反的很 那天我来说人家打电话 人家打电话 啊是是刷一个节目我打个电话我表姐也跟着我过来 然后 我们 哎我的天我手机快掉了 我开直播呢哎 你别不要在这乱说哎 谁啊 小苗哥小苗哥是你吗 开门啊 我这个铁票哥啊 我叫你 小苗他刚才接个电话出去了 我接个电话出去了 他怎么又来了 我来不及吧我找他 我天呐 谁让你来的 呃 说啥一个姐妹 小苗哥刚才接了个电话出去了 小苗哥刚才接个电话他很匆忙的出去了 对 对啊那我敲了这么大的门你我刚才睡着没听到在睡着了哦好吧那呃 说啥一个姐妹小苗哥的表哥也在这儿他一杀死不好听来都做做吧二狗 你好好坐着行不行你走到快快点走到小苗哥出去接电话等我我等一会我跟他商量事情的时候 商量单你俩有什么好商量的 我我不想跟你说话是耍一个姐妹我不想跟 不想跟二狗说话他又不是个汉包他会知道回来哎你不要一天动的礼貌吗 动的礼貌人家人家人家比你你打打电话给小苗哥嗯我打个电话给小苗哥好不好是耍一个姐妹问他到到底是去哪里了刚刚表哥说他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 我给他打个电话哈是耍一门我的天呐 正在打然后跟他说一句事哈 他给他打个打算你不跟他不做你闭嘴吧 今天什么人呢 没人接叔叔阿姨们 哎喂小苗哥 哎呃我现在在我们住的房子这儿了只看到你表哥 听表哥说你出去接了个电话 那你接了啥 怎么出去这么久 你谁呢快点回来 二哥都没在那边 然后我在这边不是有一个女孩子我们长期帮助的吗 哦对 就是因为他 那个爸爸不在了然后妈妈 也改嫁了跟我情况差不多的就是一个小姑娘然后 家里现在家里出了点事然后我过去看看哦 我直接开始就就就就那你现在还没到现在还没到他那首功能下我刚刚走没多没没多久啊 你走来和我说一声啊我在这边都睡着了哈 你表哥在这都睡着了我就我就看他睡着了我才没叫他呢 你正因为你睡着了才没叫我看看小苗哥 哎我我这个天呐那你啥时候回来哟 我现在过去看看我尽量早点吧尽量早点你你赶快回来我有一件嗯关于我们 我姐姐不赶紧回去哎呦你你能不能闭嘴啊 咋了你你你回来然后我跟你怎么说呢上了一个呃很大的事情就是关于我们两个的 啊可以啊可以在电话里能商量不呃我觉得还是当面比较好吧当面说吗对呦我表姐也过来了然后 我表姐我们两个也电话说电话说直接说了 什么大美说的 就说你不去了有本丁丁死心那天在打吵对呀真的是啥人吗 什么什么等等那就等一会我们看吧我尽量早点回去 嗯你小小姑娘在家家这到底什么事 我问他啥子他也不跟我说吞吞吐吐的我先过去过去看 等会等会我到了到了过之后我让他给你打个招呼就你上次你也见过他的那小孩的哦好可爱的哦记起来了记起来了他他这怎么来为什么要让叫他吞吞吐吐的 然后我我回去看看嘛我先过去看看再说好好好吧 我可能是等一会让他回去了但你放心今天晚上一定回去放心啊行行那你尽量早点回来嘛然后我表姐 回来能别回来你不要打场我表姐我们两个有有个事情我表姐他说他有有个事情要跟你说一下 就是就是今天我跟他妈他们也在打电话跟他一打电话也要说这个死心嗯 好吧好好好那行那行吗等一等我回去了到时候咱们见面的好的聊好不好哦对阿米啊我今天早上早上你收的货哦在那你看到没有哦我看到了是这个贝罗我这个天呐 这你收的吗是的是的我去我我那个我我这是我今天今天做了一些货你看你不行的话你哇塞今天这不是小苗哥啊我们那个贝母收不到了吗你怎么收了这么一大包哎就是这个小丫头家的啊知道吧我早上去他家去去去他家就这小丫头家的我这个天呐这我看了一下这品质哇塞特别好哎没事没事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那个贝母的价格是是900 900然后我现在现在现在不管别的卖多少反正我这900收来的嘛反正然后还有还有那个叫啥 嗯还有还有恶交我说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谁是刷一个姐姐们我的个天呐哎你说你说你你我跟你说这批货你一定要给他卖掉我估计这家他肯定是八成就缺钱 知道吧呃家里小苗哥的缺钱我到时候我到时候可能 呃肯定是家里出事了知道吧我就一会过去再说好吗一会过去再说你相信你关键你先给卖了卖了吧把钱拿到手不是小苗哥你听我说啊因为前来前来我们呃 呃你你你你不在我有点那啥我怕我不行 你有啥不行呢你你有啥不行呢你都这么久了你还不行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不行啊一定要加油 不是你一定要加油听到没有啊嗯你你你你这回你问问让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们给你打上两个字加油 我然后叫我今天我不在啊你我也不在今天就你自己就你自己我我就你自己我表哥不在呢吗我这我没叫表哥 你那表哥给你打把手啊什么的呃行行小苗哥刚刚也听你说了那个女孩子那个很可爱的那个我见过确实也挺可怜的你你收的这些货是那家女孩子的是吧 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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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给收了哈好好全部给卖了哈那呃谢谢叔叔阿姨给你们打的加油那好那我先把这些货卖卖了 然后我在这烤果等你你尽量早点回来哈好好好那些加油二狗你不要听他的知道吧咱们不用管 然后按按钮的事情咱们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赚了钱了才才才才行你不是没有钱你什么也做不了呀对不对对确实是这样的行行那小苗哥好呃你尽量快点回来我有一个很大的事情要跟你说一下知道吧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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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那个还有还有还有啊你说 其实我我也我回去了我也有个事想跟你说的啊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我也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等其实我的前面再说吧好吧那再说行吧那好反正嗯 嗯我只想直接要不我现在就跟你说吧呃 你看你啥事吗我现在我现在就直接跟你说吧我觉得就带着你们私下再说 没没事说吧说吧都觉得我现在就想 现在就想说的话就说吧我我也正想听因为我靠起习比较强 可以吧然后我直播间的叔叔阿姨我我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也挺想说的挺挺想听呢 昨天啊 前天了哈前天我们不是开直播然后说 我想让你跟我一块飞 就安徽过年吗嗯对 然后怎么了 昨天下午的我们不是没开直播吗你让我知道昨天没开播啊我去市里面了 你不是到 市里面了吗然后我 咋了你就一会儿叹气一会儿 语气有点不对劲的这到底啥了吗 你叔叔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的天我叔叔给你打电话 是的不是哎他给你打电话干嘛呢 哎 大概哎我的天你你想想也知道干啥他我知道他哎 其实他就是不想不想让你跟我一块回安徽知道吧 还说让我让我带你存钱是可以的 但是让我自己心里有个数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 自己心里有个数我问他说 不是的小柳哥你别听别听我叔叔的知道吧他其实哎我跟你说吧说实话他我叔叔昨天我晚上也给我打了个电话 嗯然后哎算了算了我但是不管怎样你回来了我再跟你迷信